好的,谢谢董总的永杰啊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啊 所以很高兴呢,又在这边又可以跟大家互动了 所以呢,这个是老师第二堂课了 那大概很快呢,在两个礼拜前呢 才刚刚结束完生态系统跟保育的一个课程 那其实很快,左眼间又怎么样 又那么快进入到第二次了 所以其实呢,第二次老师在想当时 在想要帮大家复习 要做冲刺班,做冲刺课的时候 要给大家复习啊,要选什么章节啊 因为有些时候啊,生物啊就是有 它蛮有趣 很多时候都听到很多的一些学生的反馈啊 像上次之前呢,通过Medimeter呢 大家就有反馈说,老师啊 要怎么学生物啊 老师啊,要怎么样有效的可以在短期内学习啊 老师啊,要怎么做它才有高分等等啦 可见生物呢,就是像一般大家说的 高一的时候是非常好读 到了高二,开始觉得有点花于人生 到了高三的时候呢,又开始觉得 天啊,怎么生物总觉得好像 我读了过后呢,又觉得 也不见得我真的把握很多 所以呢,在众多的章节里面啊 有一些呢,是属于比较知识类的 那知识类呢,老师就想,哎,我可以通过一些 可能此一些后面,我会放一些YouTube视频啊 可能我会通过一些 可能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一般上我们都会去碰高一的部分 那相反的高二跟高三的部分呢 我们大家就会很就就觉得啊 好像很抽象就觉得很难 所以老师当时就选了两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呢,就是两个星期前的 那个生态与保育也是同考必出 一定出的一个课题 那接着呢,老师在思考说好 这样我也要挑战自己一下 我就来一个遗传 遗传也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 很怕也很讨厌的一个章节 所以呢,老师今天也 借着机会啊,借着机会有机会 到线上呢,就跟大家 来一个互动 然后呢,就以这堂遗传的一个课呢 作为我今天这个主题啦 好不好? OK,那当然简单来讲哦 还是一样,我觉得每一次呢 生物啊,都好玩 在你复习的时候呢 如果你能拿一张词起来 把这一张节的生物术语 把它给写下来 那你写越多的话呢 就代表你掌握越高 所以以前的时候呢 人家说生物是要背的 那其实呢,现在学生物呢 的概念不一样了 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活动呢 我们先一起来 让大家稍微暖场一下 也稍微把这个 大家的一些心思把给拉回来 同学可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啊,你可以在这边里面 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扫描QR code 然后你可以扫描QR code 或者呢 你可以等下 老师可以先send一下 好,可能还没有打开哦 OK,等下我试试看啊 同学可以,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就是 就是open voting 好,你可以输入 OK,你可以扫描 或者呢,你其实也可以 OK,也可以怎么讲 也可以 通过这个老师发在 这个聊天室的链接呢 你可以点击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做第一个活动就是想到遗传 想到遗传 我们会有什么生物数 OK 好不好,同学 我们大概做一个五分钟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暖场一下 或者你可以 你可以点老师发在聊天室的链接 也可以呢 通过这个 你可以或者第三个方法 你可以输入 你可以登入 Mending.com 用手机 或者用 电脑 打开个Tab Mending.com 输入 8427 7572 可以吗 OK 好 8427 7572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做什么呢 我们要大家想 可以想到生物 想到生物数 也关于遗传 我们想到什么呢 大家可以 可以发一次过发一个也好 或者发三个都可以 所以老师在在这边大概看一下 开始很多啊 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都没问题啊 这个这一张是非常非常多生物数 你的 OK 好 好加油啊 老师就先不要把那个结果展现出来 OK 好 开始看到很多 来 我先给大家看看一下哈 好 我们下来看看一下 秒一下大家的初步的结果 我开始当到软射体啊 等位基因啊 不完全连锁遗传啊 不错啊 好 我先大概 先快速的好 我先来把它给 害起来 好不好 我先把它害起来 让大家就不会受到影响 请大家继续发一下 我们大概会花一个三分钟 时间 一起来想 我们一起来脑力记当想 你想到 三个过后呢 从三个再联想 再联想 再联想 所以每次呢 我们在温习生物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这么联想 啊 我们做到眼到 可以我们心到手也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记忆 好 不一样想 ok 继续啊 我先继续 继续啊 我先继续啊 老师处理 OK 还两分钟啊 好 试试看 同学来 我把这个 稍微打开 我们再用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把它 把它给 再 丰富化 哇 比刚才更多了哦 不错 继续同学 继续 如果看到 看到这边的话 你看到什么 我们再继续联想 联想 再联想 加油 看到很多啊 看到有一些些 DNA 有些RNA 不过记得哦 同学 这个是遗传哦 这个基因跟遗传 已经分开了 叫遗传的章节 嗯 开始看到学有病啊 自由组合定律 啊 看到很多 看到 LL 看到那个 等位基因 看到 孟德的名字出现了哦 好 老师就要靠到一分钟吧 继续啊 现在线上有196位啊 不管你在 这边空间里面呢 Zoom跟老师互动 或者通过 啊 我们的今天 Facebook呢 都可以 继续 继续 编辑 menti.com 输入 84277572 我今天看到同学是有备而来的哦 好 我看到很多 出现的名字啊 半信以传 开始有很多扎赫子 春赫子 啊 开始有很多 我们讲所谓的 嗯 长软射体 好 嗯 最后35秒啊 好像 加油 好 最后30秒 嗯 如果看到有什么好贵 你可以多写啊 我们一起把它放大 嗯 嗯 闲性 基因 赢性 基因啊 我看起来同学们都可以找我这这张名是不容易啊 嗯 我们开始有自交,杂交,测交,开始有,有Desk Cross啊,有Homozygoat,看到Dominance,没错,Genotypes出来,进行,好,最后十秒,加油,还没有发送,赶紧发送哦。 OK,应该,二,一,弹卡住了哦,好的,这老师先把音乐先关掉哦,OK,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看得出啊,看得出这名字,哇,这个好丰富啊,看见名字非常非常丰富啊, 我看到这边现实上通过两百多位的学生啊,就一起把这个这个名词啊,把这个所谓的啊,遗传的名词呢,的一些生物术语啊,都把它给都把它给建立起来,那可见呢,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名词啊,我们都必须要掌握,所以等下老师呢,在后面呢,大概会稍微再帮大家建构起来,啊,各位这一张呢,是非常非常多生物术语的啊,如果同考了要求之一,就是要懂得善用生物术语呢,这一张呢,就是可以讲是number one,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大概做了一些的一些暖场啊,可见说我们对这个概念啊,是可以讲对这张姐又爱又恨啊,爱是因为觉得它其实没有很难,但是恨是觉得,就是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掌握啊,好的,我们继续再看啊,那第一个互动暖场过呢,好,我们稍微经过状况过后呢,我们再来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老师上次有提过的, 如果你是第二次参加老师的课程呢,那你就发现等一下呢,在啊,第一次的话呢,你会发现在每一张slide的啊,左下角呢,就有类似这样的QR Code哦,好,能不能请大家呢,也是一样,你可以做三种方法,啊,你也可以,就是这个是比较属于全程都在使用的方法,啊,第一个呢,你可以扫描QR Code,啊,你可以扫描QR Code,或者第二种呢, 第二个方法呢,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其实也可以,透过,啊,扫描,OK,透过这个mentimeter.com,然后输入91302661,OK,这个91302661呢,是怎么用呢,其实它是全程,在全程的过程中呢,老师都会使用的,啊,这样我再把那个链接也发一发到那个聊天室一下,啊,OK,请稍等一下,好的, 在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可以在这边回答你,那你都欢迎呢,你可以在这边发问,啊,就是mentimeter的一个发问,发问区,OK,等一下,啊,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备用啊,或者可以打开,然后我们过再使用,好的,那好不好,现在能不能之前可能有一些问题,老师收一些问题啊,老师还没有办法可以一一回答, 那各位,你们现在脑海中呢,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话可以再发一下,我们大概花一个30秒时间,给大家适应这个工具一下,啊,你可以,你可以发在里面,比如说给我打招呼也可以啊,或者呢,你当然会发现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可以在这边里面,你,你在那个, write your question here,你发问过呢,上面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到有人跟你问一样的问题呢,你可以给个like,那他就可以把他推上去了,啊,上次呢,大概有一个问题呢,就被了,就被了60个人去来,那可见到这个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些问题,那老师看看事后呢,有没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再互动一下, 可以啊,可以输入91302661,好的,开始看到不同的问题出来啊,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开始有很多学生问说,老师实验实验体需要细读吗,还是考试的时候随机应变,我大概回答三题先了,实验体呢,要细读, ok,实验体要细读,尤其是他的步骤,你要细读,ok,好,再来就是有有有13个人讲,老师,我不会分辨连锁基因和不连锁基因,好,这个等一下后面我再大概大概告诉你们,我今天主要会谈连锁基因,好,再来就是如何,还是一样最最最最热门的合题是,老师要怎么回答社会议题,ok,好,大概今天看到很多啊,好,同学们可以在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不同平台跟老师互动啊,好的,那话不多说,为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课, 正当来讲,我们今天课会学什么呢,老师大概整理过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刚才我们一做生物术语的整理,好,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词都出现了,那第二个呢,我们大概来先来谈一下通考的问题种类啊,和作答技巧,那到时候呢,学生就老师啊,我觉得通考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并没有把它给准备好,就是我没有顺着通考目前为止的问题种类呢,来学习,那第二个呢,在作答时候呢,我常常会,就是, 我们常常会改成,发现学生不是不会,是表达上呢,他的output,出现一些问题,让我们批改着找不到答案, OK,第三呢,我们开始就会复习知识点第一个,我们开始探讨梦德尔的遗传,第二呢,我们开始,今天老师有一个作业啊,一个小作业,所以同学呢,不能找一张白纸, 然后等下老师要确保你们一定要画懂,一定要能画遗传图, OK,再来呢,我们再来复习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飞梦德遗传, 再来就是我们看看下,有一份工具呢,老师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上个星期,我提,上两个星期呢,我提到的Grislet Apps,那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啊, 话不多说,我们还是一样先回来问,高中生物的统考问题做答, 我们的问题问的太,OK,可能太乱了,或者学生说,老师啊,很难,每次考完试过,学生老师, 为什么牛出课外题啊,我们先来看啊,大概还是一样,我们先来看层次啊, 以前的时候呢,题目呢,都锁定在这一层,也就是记忆类型的问题, 那什么叫记忆类型问题呢,就是十秒里面你可以回答完, 唐教解发生在哪里,这个一看就知道一定是现立体,再看一下题目,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以前的生物呢,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短的,再来呢,现在的问题呢, 很多都是属于理解性的问题,那理解性的问题要怎么回答呢,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理解,OK,你一定要有先第一层的记忆呢, 你要先理解,过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在这边里面呢, 换不一样的图啊,或者给不一样的例子啊, 我们开始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啊,一个切入点, 啊,一个切入点,那这边呢,我们主要是, 这个是最低,最简单的,现在统考里面最简单的题目呢, 我们一定要挺在理解这个层次,好,再来呢, 我们再看,有些时候呢,他会出应用,那应用呢, 就是刚才有学生问我老师啊,这样有些,有一些知识点是不是要细读, 其实现在不只是要读,现在更重要的是你要,你要明白, 所以你在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一套思路去明白, 所以在应用方面呢,应用就很多时候就会把生活题给放进来, 然后生活题放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老师啊,好像以前没有读过, 其实呢,你只要冷静思考,你把你的生物术语跟生物概念用进来呢, 你就发现你可以回答,应用题它虽然层次很高,但是它不难回答, OK,当然最后是分析题哦,那分析就是,上次老师在, 上一场我有提过,我说考试前呢,同考你一定要读完所有的图跟表, 尤其是图,一定要看完所有的图,因为呢,看图看表,做分析呢,做比较, 这个就是我们在分析题非常高的题目,一般上探究题呢, 实验体探究题呢,就是要涵盖在,一般上涵盖在应用跟分析以上, 所以呢,要怎么掌握探究题呢,首先呢,你就一定要对这些实验的操作有一定的了解, 那第二个呢,你要懂得在写的时候呢,分析,把数据,第一步我们永远先从数据, 从所有所拥有的数据先来做比较,那比较过呢,我们再来从数据里面我们理清一套思路呢, 最后在讨论的部分呢,我们才把我们的生物的概念给放进去, 所以这边其实实验体怎么做呢,实验体是要你有基础,生物基础, 这可能我今天讲的比较比较,怎么讲,比较浅化一点呢, 其实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我们讲说,以前我们在校内我们改考卷了, 我们都会说,如果这个是三分题的话,我们怎么改呢, 以前的方式我们都会这么改,比如说,它有这个重要名词, 我们给一分,这个重要名词我们给一分, 还有重要名词我们给一分,那这个是, 一般上我们改考卷,不管校内校外,都是一样这样的模式, 但是呢,你会发现大概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模式, 这个模式对考生什么重要呢,比如说刚才有三分四分题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有一个等级, 那个等级呢,就是比如说零分是考生无法回答, 那一分呢,它只提到什么,两分提到什么,不提到什么, 那这个功能对考生什么重要呢,其实老师总结一下, 我想表达的是说,考生你放心去回答, 好不好,新考刚的改法,让我们在改法上有了更宽, 就比较更宽,更宽容的方法,就是你放心的作答, 那万一你想不到那个生物俗语怎么办,方法很简单, 你想不到生物俗语,你就用,你可能需要多写一些, 你就用比较长的句子呢,把那个概念给描写出来, 好,把概念给描写出来,当你懂得把概念描写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讲,嗯,虽然考生回答不到那个生物俗语, 不过它这个句子里面有这样的含义呢,我们都可以接受了, OK,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管在校内, 从高一开始呢,老师一直在跟上去到高三, 那之后又再回来高一走, 常常发现学生你的时候,从初中到老高中都有常犯的一个问题, 一些问题,做答题的书写方式, 那第一个,没有看好分数比例, 同学,三分题不可能只有一句答, 记得哈,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楼记思维, 三分题必然一定有三个知识点, 三个过程, OK,一定要顺序三个过程, 最少一定有三个, 现在同考已经不太给半分题, 所以呢,你要明白, 如果你三分题只写一句话呢, 你不可能拿到满分,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你没有清楚顺序的列明机制, 那什么叫机制呢, 比如说植物的运输, 植物运输是不是有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第三步骤,第四步骤, 所以如果你没有顺这步骤, 你没有清楚列明, 然后你跳级, 比如说可能第一步骤你写了, 第二步骤你没有写, 你直接跳到第四个步骤的时候呢, 批改着呢, 他可能会停顿在那边, 然后他就会思考, OK,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什么老师会比较矛盾点, 我们就说到底能不能接受, 一般上手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同学, 因为你前面没有掉了,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说如果今天老师先一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以有机物的运输, 那有机物运输呢, 第一个是不是必须要先把叶子的遮堂, 给主动运输, 进入塞管里面, 塞管呢, 之后呢, 渗透压提高, 之后水中无机, 那个木脂部进入, 提高其蓬压, 你看那个步骤吗, 同学步骤, 如果我一开始, 我讲植物的, 那个叶子的遮堂, 进入塞管, 然后直达根部, 你会发现, 它中间很多步骤没有掉了, 所以没有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难给分, 我们就会回来说, 这个考生应该对这个知识点不了解, 所以我们就会说不能给分, 那只能给前面部分, 这堂有分, 后面部分纵然你写很多, 你都没有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机制跟过程, 所以绝对不能跳过程, 我需要绝对在读, 在温习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老师告诉你, 密解释是一二三四, 你拿, 你拿, 你大概把知识点把它切成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这样就你不会漏掉, 好, 再来呢, 你是没有具体说明, 你没有, 你没有把那个结构的名称放出来, 尤其是过程跟名称, 刚才说水运输, 水怎么运输, 水是用渗透作用运输, 无机研怎么运输, 是用协助扩散, 或者是主动运输, 所以很多时候学生讲, 老师, 无机研直接进入木子部, 我们会说它怎么进入, 只要你多写一个, 协助扩散, 那就OK了,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结构的名称, 从哪里去哪里, 什么过程都要把它给写出来, 再来就是, 我们没有写生物术语, 这个我觉得杀伤力还比较低一点点, 顶多只能把考生分成两个等级, 一个是呢, 他读懂生物术语, 那懂得用生物术语什么好处呢, 它的好处第一, 你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而且你会发现, 你的朋友可能写不多, 但是他句句有分, 为什么, 因为它的生物术语其下呢, 它有很多, 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怎么讲, 一些资料都浓缩了, 所以生物术语的存在, 其实不是给你背, 而是要把一个长长的过程, OK, 以其说, 水从渗透压低去渗透压高, 或者从吸溶液去浓溶液, 经过细胞膜, 当我讲说水浸游渗透作用, 我就把整句给讲完了, 好, 这边有学问, 那老师, 无极炎这些等等, 是不是包吐的包吐呢, 不是啊, 包吐的包吐一般上是给比较大的分子, OK, 比较大的分子啊, 好, 再来就是, 没有分段书写, 这个记得同学啊, 老师要告诉你, 你的答案呢, 是要给我们批改者看, 给给我们能看到的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呢, 老师不是一天只改一份考卷, 我们一天可能会改一千份, 可能改五百份, 可能会改一个班, 单单像校内呢, 我们一个班可能我们会改, OK, 我们会改四十个人, 你相信只要老师改十张, 连续改十张, OK, 十张都没有把, 都把一大堆的答案写在一起的话呢, 各位, 第一个啊, 严重影响心情的话呢, 你导演是看不到, 那看不到是, 纯实是你了, 所以我们建议什么呢, 所以我在校内, 我们就建议说, 学生, 当你要写做答题, 比如说, 三分或以上的题目, 或者两分或以上的题目的时候呢, 你最好是把, 大概你可以把两个, 两个point, 两个中点的, 你可以写在一个段, 之后再去开新的段, 再开新的段是OK的, 因为我们不是考中文, 我们最重要是, 你可以把你的概念呢, 清楚的把它给表达出来, 那所以以前, 我还记得我老师告诉我, 他说, 当你帮助批改者的时候呢, 批改者也会很感谢你, 他也会很细心的去看你的答案,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不要把一大堆的知识点, 把它给凑在一段, 然后写成半面, 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效应的, 要的话就把它分段, OK, 你可以把两三句写成一段, 那就OK的, OK, 再来就是呢, OK啊, 不能用point form嘛, 同学刚才这边讲, 老师能不能用point form, 不可以用point form, 一定要用句子的方式, 用句子跟段落的方式来书写, OK啊, 这个能力用到大学去, 大学也是, OK, 再来就是呢, 同学请不要去涂鸦你的字, 当然高三生是不会涂鸦,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觉得很很严重影响批改者心情, 是什么呢, 就是你写错字, 因为不能用涂改页, 你写错字的时候呢, 你只能删掉, 你不可以, 同学你不可以, OK, 你最多只能画两条线, 你不要拿band在那边涂鸦, 整张考卷只弄到很肮脏的时候呢, 那个批改者, 严重影响批改者心情,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我们讲说, 还是一样, 老师大概快速的, 我们要怎么重, 怎么复习呢, 还是一样, 我上次说, 你必须要考纲, 给你必须要考纲, 今天的课题呢, 我们大概讲说, 有1, 2, 可以有第2, 第3, 第4, 第5, 老师上次已经cover了第3的部分, 那今天的基因遗传呢, 基本上就是12345, 虽然是有5张, 对不对, 虽然是有5张, 老师觉得三个范围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生殖, 第二个细胞分裂, 对不起, 四个啊, 这个遗传跟这个基因, 所以大概大概告诉你这边, 生殖系统里面, 一般上就是女性的那个生殖, 那个月经周期呢, 会比较多问题, 那个加上基数的问题, 细胞分裂呢, 细胞分裂是有4跟减速分裂, 遗传物质呢, 请去掌握三个重要的章节, 小章, 小单元, 第一个呢, 就是DNA复制, 第二个呢, 其实二跟三是一起的, 二跟三是属于蛋白质的合成, 那个所谓的转录跟翻译, 这个DNA复制呢, 跟蛋白质合成的这两个, 你一定要精通, 因为那个是非常好问的, 所以以前的方式, 他出题的时候呢, 他都会把这两个东西一起出, 一起出, 可以哈, OK, 还是这样啊, 同学问老师可以用point form吗, 不可以, 还是要把它写成段落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题呢, 是看基因遗传的, 那基因遗传的这边有4.1, 4.2, 4.3, 4.4,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哇, 这个怎么去诠释呢, 老师又在教你们的, 基本上呢, 你要懂的是这4个东西, 我把它称为4个等级, 看今天我们人上多少等级, 第一个呢, 是遗传, 你要懂, 你要理解, 你要使用正确的遗传生物术语, 第二个呢, 你要懂得辨别或理解, 梦德尔跟非梦德尔的遗传现象, 再来这个第3跟第4呢, 这个尤其是第4的部分是, 我觉得一般上学生比较难的, 因为它涉及到数学, 第三是属于家族腹系里面的, 要去推理, 要去推理它到底有什么遗传病呢, 是从父方还是母方所得, 然后再估计它的亲代, 或者它的孩子, 会不会有这种遗传病, 最后呢, 就看它的机率有多少, 然后大概老师做一个初步啊, 初步这个不是一个完整东西, 初步来讲可见吗, 各位在选择题呢, 如果再看2010年开始呢, 它几乎每一年都会出, OK, 再来做答题呢, 也是一样, 它就是有会出跟不会出, 那如果它不会出的时候, 它出哪里呢, 它不会出的时候, 它就出在那个DNA复制, 跟蛋白质合成, 那个两张就是一起的, 有它就没有它, 有它就没有它, 所以呢, 我们今天看遗传, 基因跟遗传, 今天比较偏向遗传的部分的难点, 也是跟生态有点一样的, 有图未必能掌握, OK, 也未必, 更糟糕的是, 未必看得懂题目的章节, 你可能看不懂, 为什么, 字太多了, 可能会涉及到数学, 所以以前考试呢, 学生会问, 老师啊, 需不需要准备计算机, 我说, 需要, 应该讲说, 我一个需要计算机, 应该是只有这一张, 再来就是, 其实一看就放弃, 老师啊, 太多字了, 那怎么办呢, 鼓励你, 不要那么快做答, 把遗传的题目呢, 留到最后才做, 所以他需要花心思, 花时间, 需要耐心的去解读文字, 因为太多文字, 然后呢, 从文字中建立遗传图, 同学在这边呢, 遗传图的技能非常重要, 是发现很多学生不会做遗传图, 那你就不能回答, 他一错就错了完, OK, 因为学生没有画好遗传图啊, 没有画好遗传图呢, 假设他是三分或四分的话, 你会发现他没有画好遗传图, 批改者完全看不到那个思路, 完全不能给分, 一丢就丢三四分就没有掉了, 所以很多时候, 以前呢, 有老师跟我分享, 他说一般上看到, 就告诉学生看到这个遗传题呢, 如果以前是选答题, 就直接不要做好了, 但是呢, 现在新的考考没有选答题的, 我一个选答题就是社会议题, 就算考生如果出的话, 你一定要回答, 好不好, 所以老师今天的解释, 我比较希望说, 如果我把它分成四五个等级的话呢, 我希望你越持放弃也好, 好不好, 今天通过这堂课呢, 我们一起来建立, 到底要读什么, OK, 所以生物术语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一用错生物术, 你完蛋了, OK, 清代用成紫代, 错, 显性, 隐性, 用错也完蛋, OK, 他是属于供显性, 还是不完全显性, 用错也完蛋, OK, 所以这边很重要, 那这一节章好处什么呢, 我老师发现好处第一个, 他真的没有什么知识需要背的, 不像DNA的复制跟蛋白质合成, 合成他需要背, 这个不需要背的, 你只要理解, 你只要掌握, 之后呢, 你再回来看, 暗性遗传大概是这样的, 连锁遗传大概是这样的, 你只要记得概念就好, 这个也是跟生态一样, 不只需要问习的, OK, 一旦了解过呢, 你就需要时间就少很多了, OK, 所以呢, 题目, 等一下, OK, 没有, 就跳过啊, 好, 那我们要怎么掌握呢, 同学, OK, 你要看懂三个东西, 表还好, 遗传图一定要看得懂, 再来家族谱系一定要看得懂, 等一下老师告诉你从哪里开始看起, OK, 那在遗传概念里面呢, 你要必须要明白这些字的意思, 等位, 什么是等位基因, 英文叫做L, 什么叫显性隐性, dominant recessive, 表现型基因形phenotypes, 跟genotypes, 纯核子跟杂核子, OK, Homozygon跟Heterozygon, 好, 这边呢, 孟德遗传, 什么叫单性跟双性, 我看一个的时候, 跟看两个的时候, 什么差别, 那什么是杂交, 自交跟撤交, 有差别吗, 这些名词都是孟德, 他在记录的时候, 所写出来的东西, 那非孟德呢, 什么叫不完先, 贡献性, 刚才有学生问老师, 他说老师啊, 怎么分不完全跟完全连锁, 老师这边同意先交, 连锁遗传, 跟半性遗传, 尤其是半性遗传是非常重要, 前面这几个呢, 还没有什么很重要, 因为这个容易辨别, 半性遗传是最麻烦的, OK, 所以能力呢, 总结来讲, 能力呢, 是需要从文字中耐心, 所以老师鼓励呢, 请大家把这一类的题目, 放在最后的中, 因为它会耗了你很多时间, 那如果你做这一题, 后你发现你以后的其他题目呢, 事实类的题目都不能做的话呢, 那就太可惜, 所以你要耐心整理, 画出遗传图, OK, 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可以扫描, 下面的QR Code再问老师哈, 好, 那首先我们大概先整理啊, 快速整理一下, 中间老师再发一些, 再放一些CT给大家做啊, OK, 第一个, 你一定要懂得Level 1,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基础, 好, 快速的, 我们懂什么叫生物数语, 可以找那个单性杂交的形状, 分离定律, 自交比率跟测交比率, 这什么意思呢, 首先, 遗传是一个很好玩啊, 所以大家都想要进基因, 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说, 老师我, 我很喜欢基因, 结果到了高二读基因, 读完读, 错败感很大, 老师我觉得我还是放掉基因好了, 因为基因呢, 它有太多的名词, 它需要一些暗语啊, 一些一些一些遗传数, 一些暗语呢, 要要要读过遗传的人, 才能知道怎么用啊, 好, 第一个概念呢,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基因跟性状, 基因呢, 是你DNA的顺序, 你的序列, 基因决定性状, 性状就是我们的特征, 所以讲白一点就是character, 你的characteristic就是你的特征, 我先看你的肤色, 你的毛发的状况都是性状, 那在性状里面呢, 我们知道, 在一个性状里面呢,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种类, 我们有直发, 我们有卷发, 那卷发跟直发呢, 都是属于种类, 那直发跟卷发呢, 都是属于头发的, 可以头发的状况, 那个状况呢, 就是我们称为性状, 所以呢, 可见我们叫做相对性状, 为什么叫相对性状呢, 相对性状未必只有两种, A型, B型, O型, AO型, 这些都是血型的相对性状, 可见相对性状也可以有四种, 可以啊, 在这名词呢, 记得啊, 像性状还容易懂啊, 同学们最多最乱的是什么, 等位基因, 老师以前读基因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乱是等位基因, 或者叫对偶基因, 所以老师现在就统称为等位基因好了, 那等位基因呢, 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 我从父亲得到一个东西, 我从母亲得到一个东西, 我的头发可能举例子, 我的发可以, 可能我的父亲是卷发的, 我的母亲可能是直发的, 结果我发现我是卷发,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从父亲跟母亲的身上呢, 得到这些基因, 那这一对基因呢, 就叫等位基因, 因为它们处在软色体的同样的位置, 所以我们叫等位基因, 所以一般上就是我们写什么大A啊, 小A啊这样的比喻, 那这个大A小A呢, 就是等位基因, 所以重点是他们等位, 是因为他们一定要决定一样的性状, 所以比如说这两个都决定我的头发的状况, 那基因型跟表现型呢, 这个很简单, 基因型是看不到的, 表现型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只能从表现型去推理, 这个基因型的状态, OK, 同学这个名字等下全部都要用到啊,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什么叫纯盒子呢, 纯盒子就是它刚刚好两个都一样的, 可以那个两个的等位基因都一样, 那杂盒子呢, 就是它不一样, 而杂盒子呢, 它会在杂盒子会在它, 它的怎么讲, 它是属于两个都不一样的基因序列的时候呢, 但是决定一样的形状的时候呢, 出现在杂盒子情况下出现的呢, 就叫显性Dominion, 如果它在杂盒子之下无法出现的呢, 那就叫做隐性, OK, 所以我们这边容易懂啊, 这边我们要懂的是, 各位这些名词, 这六个名词, 重复一次啊, 这六个名词, OK, 我们的基因跟性状, OK, 相对性状, 等位基因, 基因型跟表现型, 纯盒子杂盒子, 显性隐性的这些名词, 你一定要懂, 所以老师觉得今天你不管多么的害怕, 你这些名词一定要懂, 所以呢, 再来就是有时候呢, 他会问一些比较属于, 比较属于客气的题目, OK, 客气的题目, 为什么是碗豆, 为什么是碗豆, 同学大概知道, 在遗传里面呢, 只有大概两个东西是很喜欢被提到, 第一个呢, 就是孟德尔的碗豆, 第二个就是摩根, OK, 摩尔根的果蝇, 那个fruit fly, 那为什么是碗豆跟果蝇呢,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你不用去背, 很简单, 要做实验, 孟德做实验, 一定有两三个条件, 第一个, 我希望很快成长, OK, 很快成长, 因为我很想要快点收割, 所以成长得快, 然后呢, OK, 成长得快, 这个是, 这个是, 大家容易懂的, 第二个呢, 它有清楚的相对形状, 花是紫色跟白色, 一看就清得懂, 皱皮还是滑的, 一看也懂, OK, 它是绿色还是黄色的那个豆甲, 那个我们也一看的也懂, 所以这个是相对形状, 所以呢, 我只能说三跟五呢, 是, 只要你一想,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OK, 那我们大概先来看第一个东西, 老师要请你准备指下, 老师我们理清几个名词一下, 这个名词用对啊, OK, 我们理清几个名词啊, 好, 第一个呢, 叫清代, 清代就是皮, 英文清代是皮, 那清代跟清代之间, OK, 清代呢, 其实孟德在做实验所呢, 清代它已经让它们自交, 让它们自己跟自己传花粉了, 然后得到都是全部紫色跟全部白色, 所以可见孟德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它已经确保, 所有的碗豆呢, 都是纯的, 就是我们讲的纯粽, 所以P跟P呢, 这个过程, 这个X呢, 这个过程我们叫杂交, 这边是叫杂交, OK, cross breed, cross breed, 杂交, OK, cross fertilize, 杂交, 那它产生的这个呢, 就叫紫一代, 紫一代呢, 是FE, OK, 就是file, first failure of generation, 所以fe呢, 就是它的紫一代, 那紫一代跟紫一代, 因为它开始发现, 它发现全部的花都是紫色, 那就让这一群, 比如说, 看它养一千颗的植物, 这一千颗植物呢, 就让它们自己在一千颗里面自交, 所以这叫self fertilize, 这个叫自交, 所以孟德尔呢, 这个名字重要, 孟德尔在他紫一代的时候呢, 紫一代跟紫一代是自交, 那产生的紫二代, 就是f2, OK, 所以f2, 那f2呢, 就开始出现我们的比例, 所以比例呢, 是出现在f2的, OK, 今天呢, 老师提这个东西呢, 是要让大家大概复习一下, 总而言之, 等一下我们要画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要怎样画遗传图呢, 同学等下老师要请你们做一个, 算是一个作业啊, 看看你们能不能把它发送上来, 好, 那怎么要画遗传图呢, 老师发现学生讲老实我懂, 但是画的时候就很, OK, 很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 秘诀意, 秘诀意啊, 东西一定要把, 一定要写, 这个不能懒多, 一定要写, 表现型跟基因型, OK, 一定要多写字写, 表现型跟基因型, 通常第一步呢, 老师现在示范了, 第一步呢, 你一定要设什么, 一定要设你的等位基因的意思, 所以设什么, 比如说我这边开始, Burple and Y, 我可以设大B吗, OK, B, OK, B是, OK, 比如说, 显性基因, OK啊, 显性基因, 老师大概这边做一下显性基因, 那小B呢, 是隐性基因, 你可以写是, OK, 白色是隐性的, 老师B没有很顺啊, 我大概demo一下, 第一个步骤, 你一定要先设那个, 怎么讲, 一定要设那个, 算是我们的变数, OK, 你一定要设你的条件, 这个A啊, 这个B啊, 这个X啊, 这个Y啊, 代表什么, 不能马上去用P, 不然我们大家看不懂B是什么, OK, 在这边我们第一个要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放P, Parental, 那之后呢, 这边我就可以放, 这边假设是, 大B跟大B, 然后他杂交跟小B跟小B, 这个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呢, 同学会这样写, 但是呢, 我们会聊方便P改着, 我们在下面怎么样, 我们在下面起事会, OK, 我们在下面是, 我们在下面这边是, 我们会写它的表现型, 表现型, 这个同学问说, 老师, 紫色花就一定是显性吗, 这个是闷得的发现, OK, 闷得的发现, 对于碗豆来讲, 在这边我们下面要写什么, 要写枝花, 比如说我可以写枝花, 同学要写枝花, Purple Flower, 一定下面要写它的形容是, 表现型, 那这边就写白花, 老师比一点厨啊, 不好意思, OK, 我比一点金, 一点顿的啊, 好, 白花, 所以老师讲的是, 你一定要在这边里面, 一定要在这边里面写, 它的, 这边是它的基因型, 在下面写表现型, 不要只写基因型, 两个都写, 这样我们一看就清楚了, 之后呢, 我们这边会放G, G是什么呢, 它的配置, OK, 中文化你可以写配置, 那配置怎么放呢, 配配置基本上我们是, 放这样, 把放P, 老师还没有讲, 梦德定律啊, 所以我们先放小P跟大P, 那这个写完过呢, 我们就清楚了, OK, 传统上呢, 我们在梦德的单性遗传里面呢, 我们都会画, 就会画这种, 什么这个P跟这个P这样的啊, 会这样的图, 对不对, 我们就会画这样的图, 跟什么这样的图, 我觉得有一点麻烦, 可以觉得有点麻烦, 而且它很乱, 它会把你整个考卷者弄到很乱, 所以一般上我们单性杂交好, 或者双性杂交好, 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就把它给, 画一个表叫做庞氏表,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 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 OK, 这个不需要啊, 对不起, 这个不需要, 这个应该是F1啊, F1不需要, F1不需要啊, OK, F1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P大P, 所以有时候老师也不清楚啊, 不好意思, 大P啊, 好, 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不管怎么样, OK, 它都一定是大P小P, OK, 这个时候我又不要忘记, 这个是属于基因形, 我旁边要写什么, 我旁边一定要写, 指滑虾的表现性, OK, 之后呢, 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在这边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之后呢, 我会画一个庞氏表, OK, 庞氏表, 庞氏表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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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画庞氏表, 到时东西知道啊, 等一下, OK, 我们画个庞氏表, 那庞氏表什么呢, 庞氏表这边我们就会放, 它的, 这个是它的大P, 这个是它的, 配置, 小P, 然后这边再放, 大P跟小P, 那其实呢, 这个同学都会做啊, 那之后就配对这个大P跟大P,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改的时候发现什么, 学生没有写表现性, OK, 学生没有写表现性, 那表现性这个直滑, 那这个, 这个可能我们再放大P跟小P, 我们直滑, 我们就直滑, 那小P小P是白滑, 所以这边如果我们能这样写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第一个, 我们大概了解一定要写P, 你的清代是什么, 之后写清代的配置, 然后写纸一代, 之后再纸一代的配置跟那个F可以直接做庞氏表就好了, OK吗, 同学哦, 要为大家好不好, 我们大概做一个, 同学看看能不能找一张白纸好不好, 我大概花一个五分钟时间, 五到十分钟时间呢, 我们大概请同学们能不能把刚才这个例子, 用这个字, 用清代, 纸一代, 纸二代, 表现性, 基因性跟比例, 能不能把它画起来, 给马老师这个画起来, 给老师看, 然后之后呢, 你怎么做呢, 好了, 老师邀约啊, 今天, 各位你可以在这边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 把你的, 把你的作品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发在这边给老师, 可以发在这边给老师, 能不能请同学, 我大概五分钟过, 有没有人是可以把它给完成吗, 然后之后呢, 也欢迎大家在事后呢, 可以再上载上来, 同学可以在这边点击, 你可以拿白纸先, 你先画完过呢,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大概, 老师示范一下, 可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在pallet里面, 我开始看到有学生进来了吗, OK, 开始在这边里面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大概画完过后呢, 你点击这个下面的右下角, 有一个, 有一个铅笔, 有个加会变铅笔, 那之后打开过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你其实可以上载你的, 你的照片呢, 然后就, 就可以给老师好了, 给啊, 好, 我就等待一下, 我们大概可以缓一缓一下, 老师要确保你们真的是, 懂得做那个遗传图, 可以吗, 给老师一点, 大概老师放一点时间给大家一下, 你们拿一张纸, 你们写一下, 写清楚的遗传图, 让老师看到说, OK, 我一个放心, 这样我才可以继续, 好, 我大概放一个音乐五分钟, 同学可以静下心来写一下, 哦, 所以那个P, 对, 有同学老师, P小P跟大P写得很像, 对, 所以那个P大写, 这时候就故意写个大个一点, 所以为什么下面要写表现性, 同学请, 希望你们可以做一做一下, 那老师后面再给一些新闻,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聊天室, 或在那个Mandimeter发给老师一下, 大家可以动手做啊, 各位真的不懂遗传图呢, 是真的不能进, 不能做打的, 完全不能做打, 这条个呀, 一定要写P是什么, 最上面写它的设定, 然后P是什么, 什么, 撑你什么, 它的表现形在下面, 然后写一下G是什么, G是它的配置啊, Gamets配置, 然后写一下F1是什么, 可以了, 再画一个庞氏表, 拍个老师一会啊, 你可以在里面自然画, 拍个老师一下, 我开始看到, 看到照片上来啊, 不错, 谢谢, 是画一只例子的, 刚才那个发送的同学啊, 你在旁边要写, 旁边一定要写, 同学啊, 旁边一定要写什么, 一定要写, 就是你把你的字啊, 旁边一定要写P, 然后两个猫号, 这样是什么, 然后G是什么, 然后F1是什么, 一定要这样东西, 然后这边才能, 这边才能P和P, 然后杂交跟小B跟小B, 那下面写表现性, OK, 同学, 我要你画那个遗传图啊, 老师不要那个比例, 我要那个遗传图, 谢谢, 谢谢, 对了, 老师要画过才能点评, 看你们考生常犯的错误啊, 不然只有我讲话就没意思, 因为题目就用这一题, 题目就用这一题, 题目就用这一题, 这老师刚才讲的, 同学, 一定要第一个先设B是什么, 啊, OK, 我看到不同东西啊, OK, B是什么, 小大B是什么, 小B是什么, 你不要用B, 你不要用A, 大A小A都可以的, 只要在上面写设定就好了, 那之后呢, 才写, 或者我们中文字, 我们会写清代, 给我们写清代P哦, OK,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时间写P, 然后两个冒号也可以, OK, 然后写它的基因形, 下面写表现形, 然后把它换个X, X就是杂交, 然后之后G呢, 我们就把它分开, 这个是分离定义, 等一下我再讲, 好, 谢谢啊, 开始同学上来, 不错啊, 有些学生会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看到有学生会用这样的方式啊, 通常我们的配置呢, 我们就把它画个圈起来, 就像是金纸跟软纸这样, 给我们就把它圈起来, 旁视表比较比较比较安全, OK, 有学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 有学生刚才是用这样的方式, 他刚才用这样的方式, 还是用那种类似, 这个配这个是大笔跟小笔这样, 然后呢, 可能这个呢, 要配跟这个, 这个也可以用啊, 其实其实也可以用啊, 只是老师担心你们会画错线, 所以我想用旁视表会比较好, 又整齐又好, 嗯, 开始看到不同的作品出来啊, OK, 好的, 谢谢同学啊, 啊, 我们大概等一下再给大家多一个一分钟时间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结果一下, OK, 老师大概也学一下啊, 一下子, 所以有的时候啊, 在网课啊, 要怎么改作业呢, 就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老师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看到, 大家一起看, 嗯, 那比如说, 如果我改, 那我就大概给一个赞啊, 赞就是代表说我, 我是皮改者,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改的东西, 嗯, 不错啊, 同学也会多上, 上来啊, 嗯, OK, 漂亮啊, 这个是很珍奇啦, 这个是很珍奇的, 平台, 直带, OK, 这个也可以接受啊, 这个其实一般上我们在这边, 小时候看一下, 好, 我是大概点评一下啊, 这边, 好, 老师, 各位你们你们你们之后呢, 你们再发给老师, 然后我都可以再帮你们, 你们大概改一下, 大家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不足啊, OK, 啊, 同学, 再看一下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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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 小老师来不及来不及改哈, 背景我大概看一下, 嗯, 那大家也可以, 看下有哪些是很清楚, 就从中学习哦, 好不好同学,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大家, 哦, 原来他换那么整齐很好改, 那以后就可以以好为例子, 啊, 啊, 像这个, 这个就没有写, 同学啊, 这个就没有写表现性, 这就比较可惜了, 啊, 这个就我写表现性就很好, 啊, 就我写表现性就很好, OK, 好, 老师大概听这边的哈, 好, 谢谢大家, 真的, 我觉得看到大家做品上来的时候啊, 老师会安心啊, 我把音音换掉先哦, 好, 老师会安心是为大家, 必须知道对啊, 呃, 遗传图呢, 它是一定要画的, 所以当我们做什么推理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来做遗传图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一些, OK, 好, 我们就大概老师先先讲啊, 讲好过后呢, 活动结束过, 我们大概做了过后呢, 还没有, 还没有上载的东西, 完全呢, 你过后还是像可以上载的, 好不好, 老师过后再帮你改一下, 我下面给一些建议, 等下你们可以在今天过后呢, 你们再上来这个pallet呢, 老师作为一个, 除了改以外呢, 我还有什么额外资讯呢, 我在这边再给大家, OK, 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知道过呢, 我们就可以这边哈, 可以哈, 所以这边我们大概明白, 其实呢, 在梦德的发现他, 他发现什么呢, 梦德发现什么东西呢, 同时他发现了这个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 他知道说, 当时还没有基因啊, 快速啊, 那形状呢, 是由, 他觉得当时是因子, 就是基因, 后来用我们的叫基因, 所以他觉得当时呢, 细胞里面一定有一对, 就是有一对, 他觉得说在这边里面, 因为在, F1只有止化, 这个是梦德最伟大的地方, 梦德在F1过呢, 他再继续让他自交, 看哪, 这个F1跟F1自交过呢, 他发现百花要出来, 可见呢, 这边里面呢, 在清代杂交的时候呢, OK, 刚才不是你们画一个, 你们画P, 然后不是有一个大B跟大B, 还有小B跟小B吗, 之后不是画一个G吗, G就是配子, 那这边里面呢, 其实我们会画成这样, 也就是说在一对的等位基因的时候呢, 它形成配子的时候呢, 它只能, 每一个配子只能得到一个基因,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梦德第一定律, 叫分离定律, 分离什么呢, 配子形成的时候, 这个等位基因呢, 就开始已经分开了, 就已经分开了, 所以这边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是所谓的分离定律, 梦德的分离定律, OK, 我们继续看它, 所以呢, 它讲说在这个F1的时候呢, 因为显性会抑制隐性啦, 所以这边我们就明白, 刚才你们都写得出3比例1哦, 3比例是表现型, 那基因型呢, 就是1比例2比例1啊, 这个大家都懂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先做第一个练习一下, 各位你们先看题目, 先看题目先, 等到老师再跟你们互动一下啊, OK, 好, 先看题目先, OK, 你们先看一下啊, 先看这个题目一下, 好, 这个要看的是, 各位, 一般上遗传题目很长, 所以我们更加要看, 更加要看什么, 要用删除法, 要用删除法, 等下老师再给你们Po, 你们再填一下, 用删除法, 这边里面梦德的实验哪一个正确, OK, 然后老师就发Po给大家哈, 你们填一下, 或者如果点击不到Po的人呢, 你就可以在聊天室就给我direct message, 就给我那个答案好了, 基本的keyword那个啊, keyword啊, 我们先看的是单性杂交, 我们先看的是只有一种形状而已, 一种形状, OK, 一种形状啊, 我们大概看些,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我们, 可能你们看问题, 觉得我老师问题我看不懂, 没问题啊, 给自己一点时间, 老师今天是要告诉你们说, 到底这个章节里面的要读什么, 所以老师也希望在这边马上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好来, 给啊, 先大概头前各位, ABCD就代表一二三四, 如果没的话, 你可以在聊天室回答老师一下, 嗯哼, OK, 有人问老师啊,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青带的PB和BB吗, 通常大笔呢, 大写我们是拿来做显性, 那小笔是拿来做隐性, 因为梦德在这边他拿枝花是显性, 然后白花是隐性, 他就写大笔大笔的枝花, 跟小笔小笔的白花, 打杂交, OK啊, 5, 4, 3, 2, 1, 好, 我听破了哈, OK, 好, 这边呢, 大家给答案这个, 你看这样遗传图, 遗传了都会给大家很多不同的答案出来, 好, 这边其实很多人选择是, 1啊, 你看答案分子分得厉害了, 我们来看答案是什么呢, 这边里面我们要注意什么, 好, 其实这边要注意的第一个是, 同学注意啊, 这边要懂得分单性杂交跟双性杂交, 那什么是单性杂交呢, 只看一个性质, 只看一个characteristic, 那就是所谓的闷得第一定律, 就是我们讲的分离定律, 分离, 所以这边你们要看哪一种概念呢, 其实答案是A, 因为在闷得单性杂交, 这个keyword一定要画起来, 所以老师今天不是要你们答对啊, 一定要你们懂得掌握, 在做遗传题呢, 一定要把它画线, 一定要把它画起来, 所以我们看F1只一种形状, 你懂形状, 刚刚讲的植花跟白花, 可以植花跟白花, 就是形状, 我们看到的形状, 所以它们相对形状, 但是它在F1的时候呢, 它只有植花出现, 那代表说F1呢, 只有一种形状, F2呢, 会有白花跟植花, 就两种形状, 这个打勾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取一个植二代的原型种子跟周皮种子, 这个时候什么事发生呢, 取一个F2的原型, 这边怎么样呢, 这个看1比1吗, 1比1这个叫撤交, 后面我实在教你们, 这个叫撤交, OK, 这个我们看啊, 这个不懂的话, 我们就放个问号先, 但是C呢, C有去啊, F2有时会出现清代所没有的形状, 什么叫清代没有, 遗传就是清代有什么, 孩子就有什么, 所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OK啊, 这是不对的啊, 好, 这个呢, 其实这个是, 这个老师没画完, 这个基因是这样意思啊, OK, 我们看这个什么意思呢, 则符合梦德的自由组合定律嘛, 这个怎么样, 不懂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下啊, A, OK, 我们看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启文看这个东西啊, 大A这个老师后面再加, 大A, 小A, 大B, 小B, 我们看还有几个组合, 其实还有很多个组合, 它可以组合不只是只有这些, 它可以超出两种组合, 在这边我们看在这个, 所以老师要表达它是, 在做遗传题的时候呢, 同学们一定要用删除法, OK, 一定要删除法, 你只有删除掉, 把那个概率把, 把那个几率提高, OK, 这边答案是A, 可能第一题就有一点模糊啊, OK, 所以老师要讲的是什么呢, 测交, 同学请注意测交啊, 测交是Task Cross啊, 什么是测交呢, 测交是当时, 当时梦德发现, 纸花跟白花, 出现是纸花的时候呢, OK, 他有两个怀疑, 第一个它可以是大B大B, 第二它可以是大B小B, 也就是它可以是存盒子, 也可以是杂盒子, 那要怎么知道呢, 测交的定义就是, 要拿隐性存盒子, 一定要拿隐性存盒子, 我可能拿小B跟小B, OK, 同学啊, 老师今天要讲的是, 测交是一定要拿小B小B,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 然后来测试位置的, OK, 拿知道的, 拿隐性存盒子, 小B小B, 来测试它顶多只有大B, 大B, 或者是大B小B, 因为这个也可以是紫色, 这个也可以是紫色, 因为紫色是显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出现, 如果这个P, 比如说如果这个, 我们看啊, 如果这个, 这个大B跟大B, 然后小B跟小B的时候呢, 它全部就会出现, 这种紫花, 这个叫做没有比例, OK, 这个叫没有比例, OK, 这叫没有比例啊, OK, 所以如果, OK, 如果这边, 这边是属于, 大B, OK, 可能我怎么放啊, 等一下, 好, 这边应该放大B, 小B的时候呢, 这个是小B小B啊, 老师可能会讲很多, 很多的一些名词学生就乱了啊, 那些同学, 我们要耐心啊, 耐心好不好, 老师先告诉你第一个啊, 耐心, 我都要告诉你, 说要讲就把他掌握, OK, 这个是小B跟小B的时候呢, 等一下, 这小B小B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OK, 大B小B, 大B小B, 大B乘业P, 这个是庞氏表, 大B乘业小B当, 这个小B跟小B, OK, 小B跟小B就白色,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基本上它的比例, 有比例还是没有比例, 所以同学们看到比例一比例一, 你怀疑它是测交, OK, 今天两个点啊, 老师可能今天在过程中我讲解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老实啊, 我不是很清楚, 没问题, 我教你怎么总结, 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测交, 就是用显性, 用小的, 用显性存核子, 用隐性存核子, 用隐性存核子呢, 去test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出来只有两种, 一比例一, 或者是没有比例, 那一比例一呢, 就代表它是, 一比例一呢, 就代表它是, 我们叫做, 它本身就是一个, 杂核子, 这个是杂核子, OK, 杂核子, 所以同学如果乱的话呢, 请记得, 要去复习的时候呢, 就是要看测交, 就是哪知道的, 隐性存核子, 去测试不知道的, 出来如果是一比例一, 就像这样一比例一, 代表说, 因为我这边只有小B跟小B嘛, 对不对, 它怎么会一比例呢, 代表说, 一定那个大B呢, 一定是来自, 那个大的B呢, 一定是来自, 这个位置的, 那没有比例就是, 它是大B大B, 它的大B呢, 都把这个小B小B给, 压下去了, 都给隐藏起来, OK, 来各位, 我们再做这一题, 找那个Q文一下, 找那个Q文一下, 好, 请大家先看题目一下, 找Q文啊, 我今天要测试是测交, 所以测交要什么条件呢, 今天这个题目, 我问什么是测交, 同学们大概尝试回答一下, 什么叫测交呢, 什么叫测交呢, OK, 找Q文啊, 测交是什么, 这是老师强调的, OK, 我来放Pol一下, 给我们学来, 大概点一下, 什么是测交, 要跟老师给个Q,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读, 我们读生物啊, 读遗传了, 就是我们考验人的耐心, 好不好, 你可以很乱,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老师的总结, 总结测交, 我刚刚强调, 测交是什么, 什么, 可以拿什么去, 检测什么, 拿什么去, OK, 测交, 什么, OK, Test cross, 他拿什么去 cross什么, 他是哪, 显性呢, 还是隐性, OK, 好, 我们看答案了, 好, 这边还有很多, 这个就很漂亮, 这边里面就同学会答很多, 看得出这样问题就可以掌握了, 至少前面的问题有点乱, 这个我们都要清楚了, 同学们很多呢, 给的题目都是, 是long key,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你们的答案一下, 好, 是什么, 这边你一定要知道测交是什么, 测交, 你要知道杂交测交概念咯, 测交就是拿隐性存合值来测试咯, 所以答案其实是long key, 没错, OK, 所以至少理解二老师, 我今天很乱, 但是我知道测交是拿隐性存合值, 去测试位置的, 它的方法只有1比例1, 或者没有比例, 这个一定要懂, 因为测交有时候也很喜欢出的, OK, 可以啊, 谢谢, 好, 这样我们大概明白, 刚才老师不小心陷进去那个双性杂交, 那双性杂交呢, 我们看两个形状叫双性杂交,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双性杂交, 自由组合定律, 资交比率跟测交比率, 这个我们比较快速啊, 那当时孟德就拿了两种, 他拿两种, 他拿, 刚刚他一共观察七种, 他拿黄色跟圆形, 他也是他拿纯的, 跟绿色皱皮, 放心, 这个考试会给你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出现这样东西哦, OK, 他就会出现这样东西, 这边呢, 什么叫做双性杂交, 当我们看两个性格的, 两个性状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呢, 他就会出现, OK, 他就会出现这样东西, 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他会有类似啊, 他会把这个大R呢, 这个大R是Round圆的, 他会把这个小R呢, 给压下去了, 他这大R是显性的, 那这个大Y呢, 是Yellow, 一般上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他的英文名字, 那大Y呢, 也会把这个小Y给压下去了, 所以他就发现到, 这个手呢, 全部都是圆的, 然后是圆的, 然后是黄色的, 之后呢, 也是一样, 他发现什么呢, 他发现这边里面的, 这个比例, 我们都会背, 他发现当这个所谓的F2的, 这个, 啊, 子一代跟子一代呢, 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这东西, 他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同, 那个比例是9, 比例3, 比例3, 比例1, OK啊, 这东西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呢, 这个第二个叫做, 我们叫做自由组合定律, 那什么叫自由组合呢, 也是一样发生在配置, 发生在配置, 当这个大R, 跟大R, 大Y跟大Y一起是呢, 他这边其实是, R和Y呢, 是可以组合的, R可以跟Y组合, 这边可以跟这个组合, 这个可以跟这个组合, 这个跟这个组合, 他就产生R, 大R大Y哦, 那这边呢, 小R小R, 小Y小Y呢, 他就会变成这个东西哦,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里面, 什么叫, 什么叫, 啊, 自由组合定律呢, 老师把它简化, 因为我这边不能不能, 主不主不给你们看啊, 自由组合的定律的条件是什么, 各位同学, 要发生自由组合的条件是什么呢, 也就是他一定要, 我们用现代理讲, 他一定要在不同的软色体, OK, 你回想一下, 人类总共有几条软色体, 同学可以回到老师吗, 在聊天室回到老师一下, 人类一共有几条软色体, 46, 这个不错啊, 46条软色体, 对不对, OK, 那我们回来看, 46条软色体, 但是我们讲说, 当他要分裂的时候, 他会一对一对, 那总共几对, 总共几对, 一半来自父亲, 一半来自母亲, OK, 23对, 46条, 这不错啊, 这个东西可以掌握啊, 也就是说呢, 他一定呢, 我们讲说他在分裂的时候, 他一定要在不同的软色体上, OK, 我们现在知道说, 一条软色体不可能只有一个基因嘛, 对不对, 可能我们有23对, 可能我的头发原色在第一对, 可能我的眼睛瞳孔原色在第三对, 那所以换句话说, 我拿黄色跟原色跟它的外表是圆的还是皱的呢, OK, 圆的还是皱皮呢, 决定原型的种子呢, 是在可能在第一条软色体, 决定原色的种子呢, 的基因呢, 可能是在第三对的软色体, 所以他们是独立的, 所以当它独立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细胞分裂产生精子跟软质的时候呢, 这个呢, 所谓的2N就变成N对不对, 那这个呢, 它就会分开, 因为它们是不一样的软色体, 它就会分开, 分开过后呢, 等下它在组合的时候呢, 它在组合还可以变成自由组合, 所以老师要强调的是, 双性杂交的, 那个自由组合定律呢, 一定要发生在不一样的软色体, OK, 它才可以自由组合, 等下后面来谈, 它为什么会有连锁呢, 因为它发生在同样的软色体, OK啊, 这边比例都会啊, 9331, 这个我们都会啊, 这个, 它的测交是1比例, 1比例1比例, 这个比例呢, 都没问题, OK, 都没问题啊, 好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们大概整理一些概念, 请问这个四个里面呢, 哪一个可以遵守, 梦德尔的自由配合案, 对于自由, 自由组合定律, 它算是自由组合定律, 我们来做一些基础题, 组合定律, 哪一个可以看到自由组合定律, 这边老师要点东西, 自由组合定律, ABCD, 哪一个一看下去, 是可以发生自由组合定律, 而且它是发生对的, OK, 老师给你们Pole了啊, 对不起, 我再relaunchPole一下, 一下子啊, 我再stopsharing先, 然后我再relaunchPole一下, 加油, 跟老师一起加油啊, 因为老师有时候也是很怕会教, 教遗传题, 不过我今天今天希望, 我大概讲完过, 我大概可以讲, 我要带出什么, 我希望同学们可以知道啊, 然后不知道话给老师知道一下, 好, 我再努力, 这个知识点考什么呢, 很考你的等位基因啊, 等位基因, 我们看他到底哪一个是正确, 那我们再看到, 我再跟他们解释, 老师今天目的是希望说, 你再回答, 我说各位, 你不要那么快放弃好不好啊, 我希望你可以大概有一个概念, 如果出测交, 你一定要回啊, 好, 来, 3, 2, 1, 加油啊, 请个老师一起加油啊, 同学啊, OK, 我听啊, 好, 这边里面我们看什么呢, 答案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分支点啊, 这边分支点是, 有1和3, 1, 2, 3都分得厉害啊, 同学这个问题就看到, 大家对这个自由组合的理解还不是很强, 那怎么看呢, 好, 怎么看呢, 我们看一下啊, 好, 各位, 你必须要拥有等位基因的概念, 所谓的等位基因什么意思呢, 这个软色体, 这个是妇方, 这个是母方, 我刚才说, 如果我的父亲是, 假设我讲说, 假设他是卷发, OK, 我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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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一个大D, 假设他, 假设卷发, 那母亲呢, 假设是小T, 各位, 这个叫等位基因, 各位, 这个叫等位基因, OK啊, 这叫等位基因啊,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一定要在同样位置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不行的, 各位, 这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一条软色体上呢, 有两个基因, 这是什么原理呢, 其实这个是, 连锁, 连锁, 所谓的连锁就是, 有两个或以上的基因呢, 是同样, 存在一个软色体上, 所以他就, 变成这样了, 等到他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只能看什么, 我们只能看, C或者D, 因为这个叫连锁, 所以这两个就把它去掉, OK,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 这个为什么对呢, 大R跟小R, 这个叫等位基因, 可以等位基因, 等下的时候, 他们怎么分呢, 这个大R, 可以去配这个大Y, 这个大R也可以去配这个小Y, 这个小R可以配这个大Y, 小R也可以配小Y, 所以总而言之, 这边要讲的是, 组合定律, 刚才老实说的, 它一定要在不同的软色体上, OK, 一定要在不同的软色体, 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个一看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大R跟Y, 不是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一定要一样的符号, 大写或小写, 或者一样的大写或一样的小写, OK啊, 所以这个答案是C, 同学啊, 这个就记得, 这个是考虑的等位基因的概念, 一定要在不同的软色体上, 才能自由组合, OK, 所以这边我们大家看啊, 快速啊,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就知道, OK, 这边我们叫它比例, 就是这个比例呢, 是它得到的结果之下呢, 它得到这个叫9331, 这个没问题, 这个你们都会背了, OK, 所以呢, 这边还有一东方会, 老师大概总结一下, 其实我要带出什么, 我要带出是第一个, 孟德尔的实验, 孟德尔的实验里面呢, 名词一定要会看, 你才会做, 第二个, 测交, 就是拿隐性的存合值, 去测交一个位置, 比例一比例一, 或者是没有比例, 第三个, 你要知道自由组合是, 基因必须要在不同的软色体上, 它才可以自由搭配, 所以后来就有出现很多, 当孟德发现过呢, 就出现很多, 这种我们叫做, OK, 不遵守孟德的遗传, 那怎么叫不遵守呢, 因为当时没有染色体的概念, 但是以为说, 基因是自由撒在细胞里面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到, 什么叫不完全显性, 不完全显性很简单, OK, 就出现一个中间形, 中间形啊, 红花, 百花, 红又要出来, 百花要出来, 红又出不多, 白又出不多, 就变 pink color, 就变粉红色, OK, 这个比例是一比例二比例的, 这个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看到孟德第一定律呢, 它是三比例一, 这就是表现型啊, 那这个是一比例二, 因为这个是它中间, 它红也不多, 白也不多, 两个出来就变成残的原色, 那它跟这个贡险性什么不同呢, 各位贡险性呢, 它是两个都一样重要, 不完全显性是, 这个出一点也没有出很多, 那个也一点点表现出来, 那贡险性最好的例子就是, 薛行, 薛行啊, 同学懂啊, 为什么这样写啊, 薛行这个有点麻烦, 其实我们可以写大A大A, OK, 也可以写大A大A, 如果难的话可以写大A大A, 只是一般上薛行我们会放一个I, 然后下面写一个A,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 如果是A型的话, 有两种, A型可以是大A大A, A型也是AO, 这是O,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这个是它的AO, 就是基因形, 它的表现形呢, 就是A型咯, OK, 所以薛行是最重要的, 薛行同学要大概去看一下, 所以B型也是BB, 也可以是BO, 可以也是BO啊, O就是I没咯, 那AB型是两个一起出来, 这个就叫贡险性, OK啊, 好, 我们来做这个练习一下, 我们在这练习一下, 老师要教会你, 也是各位请看这个啊, 这个I, A好, OK, 你如果考试很乱的话, 你写AOK的, 它也可以接受的, 可以看题目下, OK啊, 看题目下, 这个需要用到什么, 这个需要用到你薛行的一个概念, 所以用到薛行的概念, 薛行的概念, 好, 我给人家PO, 看一下能怎么样, 好, 我先relaunch一下PO, 可以提示啊, 各位要懂抗原跟抗体啊, 抗原, 我们, 我常常跟学生讲, 抗原是什么, 细胞原本有的, 我们叫抗原, 抗体是外面来的, 所以要会分抗原跟抗体哦, 所以A型的抗原还是抗体的, OK, 来, 5, 4, 3, 2, 1, 好, 我听了啊, OK, 我们看答案是什么呢, 这边答案很多人学的是B, OK, 红血球的抗体啊, 红血球的抗体呢, OK, 红血球的B抗体呢, 是因为基因B的表现啊, OK, 我们看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其实是, 这边, OK, 就是B啊, 没错啊, OK, 这个顺便跨题这样, 抗体呢, 是在薛行的, OK, 这没问题啊, 这位同学, 我们看摩根啊, 这样大概老师快速, 大概谈过瘾啊, 那这个过瘾呢, 基本上呢, 它是叫连锁, 那什么叫连锁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说, 梦德的发现, 他把基因, 他以为基因是一个, 就好像我们, 你可以想象, 好像一串的珠子, 这样就, 把那个珠子全部剪断, 然后让它撒在我们身体里面哦, 那其实摩根后来发现什么呢, 他后来发现叫连锁, 他发现连锁, 它最出名的是那个果蝇啊, 什么叫连锁呢, 讲白点, 各位同学, 他发现一条染色体里面呢, 其实呢, 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基因, 他后来发现基因其实不是一串的, 不是一堆的, 一堆的珠子啊, 而是把那个珠子给串起来的, 这一节可能它有一个载体啊, 有一个染色体, 就是染色体上面有基因啊, 所以这边他可能决定眼睛原色, 质膀啊, 他的脚啊, 等等, 所以就发现其实呢, 连锁的定义是什么呢, 连锁是把基因, 连锁都把它, 讲白点就是一条染色体上可以有很多的基因, OK, 所以他当时发现什么呢, 完全连锁, OK, 刚才有学生问完全连锁跟不完全连锁, 老师给他白话晚一点啊, OK, 讲白点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同学, 不要这样乱了啊, 你把它当做什么, OK, 老师总结啊, 总结, 各位连锁意思是, 他把这个R跟G, 也是这个眼睛的原色, 跟他身体的原色, 其实呢, 他们是在同一个染色体的, 所以, 等下他分离的时候呢, 他分离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分离定律, 他一定会把整个染色体是一起分掉的, 你不能把它剪掉的, 一定要整个分掉, 所以呢, R跟G永远在一起的, 这个叫完全连锁, 或者叫完全连锁, 所以这个跟什么很像呢, 我常跟学生讲, 完全连锁呢, 跟梦德的单性, 可以单性, 杂交很像, 也就是那个, 他的比例出来, 他虽然是, 他虽然是两个性状, 他虽然看, 他虽然看眼睛的原色跟自盘, 跟身体的原, 可以跟身体, 眼睛的原色跟身体的原色, 但是眼睛的原色跟身体原色呢, 因为他们都在一个染色体上, 其实呢, 他的过程跟单性杂交没有差别, 他没有差别, 所以他只有3比例1, 就当作他是梦德1, 单性杂交的概念来掌握就好了, 那刚才有学生问, 他教学生问老师啊, 老师要怎么样去分别, 完全跟不完全呢? OK, 完全呢, 就是他的R和G呢, 是一起的, 这个大R跟大G呢, 是不会分开, 因为他们是连锁着一起的, 那不完全是, 所以你看到吗, 他就看这个红跟灰的, 红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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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跟灰干嘛, 这个紫跟黑的, 就紫跟黑, 紫跟黑就不会分开的, 那有些时候他出来比例, 不是3比例, 他有一个很少量的数目, 很少量的数目, 他可能会出现, 他可能会出现这个红色的R呢, 跟这个黑色的鱼结合在一起, 但是非常少量, 少到不足以, 可以产生比例, 那个就叫做, 那个叫做不完全连锁, 为什么不完全连锁呢? 回到我们的细胞分裂啊, 各位还记得吗, 在细胞分裂里面, 在细胞分裂里面呢, 我们的染色体啊, 不是会有个现象吗? 细胞分裂里面呢, 他就会在一起, 这个在一起呢, 我们叫什么? 这个在一起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在一起我们叫联会, 谢谢啊, 不错, 好, 有联会, 各位代名版, 在减速分裂前期一, 一定会发生联会, 一定要发生联会, 我们才知道有23对, 但是有发生联会, 不一定会发生交叉, 有些时候呢, 他们会交叉, 他可能会交叉, 他可能会交叉, 这个交叉呢, 他可能也会发现, 叫做相互交换, 他就会相互交换基因算, 如果老师这边用原色比划的话呢, 你会发现, 他这边就变成, 如果这是蓝的话呢, 等一下他就变成, 他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 OK, 他就出现这样的东西, 等一下,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OK, 他就出现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会靠得很近, 因为发生联会, 又发生交叉, 又发生相互交换, 他就会出现一点点的, 这个红色的R呢, 跟这个黑色G, 他会稍微交换一些些, 但是数量不多, 这就叫不完全联锁, OK啊, 我们大概能不能再做这个看, 同学, 这个容易的, 来, 再做这个, 来, 我给提示, 好, 我们这边有, 可以他讲连锁在同一条染色体, 所以我们知道, 大V, 大V, 小B, 小B, 跟这个所谓的, 小V, 小V, 大B, 大B, 这个是连锁, 那连锁的话应该怎么化呢, 连锁的话, 等一下, 它的P这边, 连锁的话, 它的配纸哦, 它的配纸怎么化, 不是独立的, 因为这两个是连锁, 它的配纸呢, 你必须要这样化, 就当作是一个软色体, 这个是大V, 配跟小B, 这个是, OK啊, 好, 我们分开一些, OK啊, 这个是我们这样做, 糟糕糕糕, 哎呀, 不要先查掉啊, 好, 同学大概写下啊, 好, 你们先选择答案了, 老师先放po先, 你们先选择答案一下, 还以欢迎各位, 不要放弃啊, 再了解是个老师一起, 如果不能的话, 就在里面打给老师一下, 啊, 这边我们要讲, OK, 这是PR, 好, 提示G呢, 就是刚才的话, 这样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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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V, 然后B, 跟大V, 跟小B, 这个是, 小V, 跟大B, 这是不能分开的, 它们是, 不能分开, 它们是, 它们是连锁的, 这样我们看, 它的F1是什么呢, 这个题目是比较简单的题目, 重点是你要明白, 它们是锁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配置这么滑, OK, 不错啊, 好, 我们看一下, 来3, 2, 1, 可以吗, 大家再选一下, 老师后面再给几个提示啊, 时间快得很快, 遗传真的是不是不适合, 一档个教玩可怕啊, 老师希望今天可以点出重点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听了啊, OK, 我们看, 那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边很多答案是都选E啊, 都选E, 好,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是, 没错, 答案是A啊, 各位记得, 好, 这边就是要知道, B呢, 跟B是连锁在一起的, 你只要这样画的时候呢, 它的概念跟这个是一样的, OK, 所以各位半星, 半星啊, 因为那个半星遗传啊, 是比较重要啊, 老师大概回来讲下个, 半星遗传的概念是怎么样的, 半星遗传的麻烦在于, 你一定要先放XY, 各位啊, 这个一定要放XX, 那他的软, 他的那个基因啊, 他那个code, 那个所谓的等位基因的code, 一定要写在上面的,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看, 我们先大概看一样东西, 因为老师大概明白啊, 好, 这个我们看什么意思, 各位, 这个呢, 男生他有这个疾病色盲, OK, 他有色盲, 好不好, 假设我们给了一个, 我们给了一个, OK, 我们给了一个符号叫B, 好不好, 他有色盲, 各位, 他有色盲, X是, 这边刚刚还有一节有色盲, Y因为短, Y的不见调了, Y没有, 所以Y呢, 就男生就是这样, 男生要把就是, 没有色盲, 要把就是, 肯定中色盲, OK, 他是女生呢, 因为他这边呢, 女生叫做carrier, 他可能没有色盲, 那他是携带着, 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这边是有一个小B, 但是他本身没有我, 他本身因为有一个显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怎么看呢, 通常在半性遗传的同学, 我们要看看他孩子, 他老师给口诀, 给三个东西条件, 口诀, 我们看到孩子, 这个孩子有, 这个孩子有, 孩子有, 爸爸有, 给爸爸有, 孩子有, 这个一定是, 半性遗传, 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呢, 各位, 他的这个, 因为他这边呢, 这边说, 他一定是妈妈的carrier, 因为妈妈一定会给他, 他要把就中, 要把就不中, 但是这个女儿有, 什么意思呢, 女儿有, 各位, 这边呢, 我们看到XX, 女儿有, 他的一方面一定是, 爸爸给的, 另一个一定是妈妈给的, OK, 妈妈给, 所以我们要这边, 大概老师只能跟你们讲解, 就是说我们回来看, 男生要把就是中, 压把就是没有中, 老师大概看这个一下, 来, 我们看这个一下, 这个我们看讲座, 好, 我们看这个讲座, 这个基因突变在父亲的X, 父亲的X, OK, 妈妈跟爸爸一起, 父亲的X, 发生一个, 发生一个这样东西, 假设这个是, 小A, 基因突变, 这个子女, 程序这个基因突变的机率有多高, OK, 我们看啊, 就是P啊, 我们看啊, G一下这个变成X, 这个变成X, 老师讲我这句就听啊, 这个是X, OK, 这个是Y, 所以我们看, 这个呢, 一定会跟这个, 所以, 女生会这个多少, 我们看啊, 来给我们投票一下, 忘记说, stop sharing啊, 好, 投票一下, 我们看这个一下, 我们看这个一下, 好, 你就拿一个, 刚才讲说, 他一定会跟他X吗, 对, 一定会跟他的, 这个爸爸一定会提供X跟Y, 所以, 他提供X跟Y, 这个图片发生在X, 这样子的时候, 你儿怎么样, OK, 老头一下, 所以爸爸一定给爸爸是X, 爸爸给X跟Y, 嗯, OK, 单背体是他N的时候同学啊, 这个可能, 可能背景你把那个问题发进去, 到老师过再给你们互动一下, 好,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大概只能讲到这边, 而且老师再告诉你, 你要明白就是, OK, 我们看这个啊, OK, 我先停啊, 我看你们的一个结果一下, 你们很多人都选择, A哈, 不错啊, OK, 好, 这边我们大家明白, 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啊, 这边里面同学你们都对啊, 为什么, 你看啊, 妈, 爸爸给X的时候呢, 他要, 他要女生他一定会, 一定会中到, 给他不管怎么样配, 他一定会中到, 所以女儿是100%一定会中到, 但是呢, 他给这个Y过去什么, 孩子是不会中到, 完全不会中到, 因为他的突变是发生在, X不在Y, OK吗, 所以老师在这边, 因为时间关系, 老师大概只能跟你讲说, 我这边我可能没有什么时间, 等一下啊, 老师先stop share一下下跃子,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一下, 啊, 可以再总结一下, 所以啊, 等下哈, OK, 老师大概做一个总结, 我大概做一个总结, 好, 家谱怎么看呢, 我大概给大家, 三个东西, 三个口诀, 可以啊, 可以第一个口诀, 我们要怎么看, 我大概今天教我们讲看嘛, 通常我们都会看, 各位看他的孩子从下面, 糟糕, 我们都会从下面, 我们会从下面呢, 我们会从下面去推理他的父亲, 啊, 这个有趣各位啊, 就是如果, 第一各位, 如果全部格子四方格是男神啊, 这个我大概讲不懂啊, 以后再补, OK, 格子如果全部中的都是男神, 如果全部都是男神中, 比如这个中, 假设这个中, 然后这个也中, OK, 然后这个也中, 都是男神中的话呢, 这个一定是发生在, Y染色体的, 啊, 的一个半性遗传, OK, 一定发生在Y的半性遗传, 可能可以, 再来如果他是, OK, 他是, 还是老师的, 等于是啊, 这个我觉得, 还是别紧空学, 老师过后再再看,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些简单的笔记, 然后我通过一些, 啊, pattern那边, 或者我再给你们, 好不好,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老师也讲不完, 问题贵啊, 老师讲不完, 大概这边还是一样, 我只先留两个东西, 张结太大了啊, 老师再留两个东西, 因为欢迎你们哦, 可以去, 少一少老师的一些, 等一下, 我没有选过, OK, 老师可以少一小贵爱信啊,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通过怎么找到老师呢, 方法意外, 你可以在YouTube里面呢, 你可以在老师的高中生物里面呢, 你可以去找, 然后你留言给老师, 那我就可以跟你, 跟你互动哦, OK啊, 我在跟你互动, 你需要什么资源, 我在跟你互动, OK啊, 第二呢, 因为确实这边老师也没办法给教大家, 其实呢, 确实呢, 你其实, 你去用里面的确实呢, 他里面有很多的记忆卡, OK, 老师也是一样, 我看我再把它变成一个, video, 让大家再互动一下, 我再教大家怎么用这个记忆卡啦, OK, 不好意思啊, 因为时间关系, 老师可见, 老师也, 其实有点怕信, 我觉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再把它放进那个, 那个什么叫, 那个银里面, 不好意思同学啊, 因为老师今天其实, 在准备的时候, 我也觉得, 我也在自我挑战, 那可能在挑战的时候, 发现哦, 遗传跟这个, 这个可能张级很大, 老师也一时之间, 做不完, 不过, 我也拿个方法可以做, 第一个呢, 老师会把它, 录制成视频, 然后放在YouTube给大家, 所以那第一个呢, 我再把它做成一些笔记, 或者一些辅助的东西呢, 我再通过, 我把它放在Google Drive, 然后我再把它链接呢, 我再发去, 那个YouTube里面, 所以你们如果要找老师话呢, 可以怎么做呢, 你其实可以, 方法就是, 你们可以这样, OK, 你们可以在里面, 你们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email老师,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email老师, 发email给老师, 然后老师再去回复你们, OK, 要不然第二个方法, 就是到时懂种, 这个会放在Facebook手呢, 你们也可以在, 或者放在那个YouTube手呢, 你们可以在里面留言给老师, 好不好, 同学,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老师也不能讲很多, 所以遗传就是这个问题, 他讲很多呢, 同学会乱的, 好,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概一个, 短短的一个小时半的分享, 确实是有很多不足啊, 不好意思啊, 老师有什么话, 各位, 你们在那个Mentimeter留给老师一下, 那我在里面呢, 我再看看能做什么互补, 然后我再加强, 好不好, 再一起努力, 好, 谢谢啊, 我今天先停这边啦, 不好意思啊, 先把帮子交给董总, 谢谢,